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就是在八字里面 有的时候会出现 你批命完全会失准的一种情况 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失准 而是说他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他可能转换跑道 而你而不知道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转换跑道是一件很难的事 你爸爸假如是种田的 可能到你你就是种田的 就是这样子一辈子 都是就这样子代代相传 那你假如当官的 你的下一代的就可能是当官的 因为古代他要转换 这个社会位阶很难很难 可是你讲到现在 说真的 你说要转换这个社会的一个位阶 非常非常简单 为什么 老子不干了 我来去做业务行不行 对不对 业务不干了 我来去找工作行不行 当然可以 也就是说现在 另外你的那个职位上的转换 跟古人来比的话 他是怎样 轻松很多 不像古人要换的职业 也有过难的难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所以 我像我有学生呢 他就这样子在帮 他就照着八字去批的时候 结果 对方就跟他讲 没有 这一年我赚的特别多钱 结果他去 询问了以后 他才知道就是说 虽然在八字里面 这一年的财星呢 并不忘 可是呢 他转换跑道 他转换跑道 原来呢 他是在工作的 他变成是什么 他跑去做生意 可是他的财星虽然不忘 可是呢 各位你就要了解 工作跟做生意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什么 位阶的一种转换 位阶的一种转换 所以当 一旦呢 他位阶一转换的时候 各位 我们所看的十神就不一样 一般呢 假如是工作的话 我们就看官 那这一边我们会看十神 还有财这两颗 所以 各位你就 很有可能有的时候 在某几年你会完全 看他不准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一个位置 位阶 他去做了一个转换 就很像呢 我在 以位年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位阶转换 所以以位年呢 是我的一个 状况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从加油员变成的是一个命理师 那收入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的八字是没有改变的 我的八字是没有改变的 那因为呢 所看的东西就不一样 所以你就要了解说 位阶 他会影响 这个就是工作上 这只是单单工作上的一个位阶 他就会影响 你要看的十神的不一样 所以 有的时候 你就要去注意说 他是不是在工作上的一个转换 刀 所导致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位阶 第二种位阶 就是真的他的生活环境 相同八字 为什么 不同命 相同八字 不同命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生活环境 所造成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的观念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下 再加上他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 所以 虽然他们两个八字是一样 可是他们 面对事情 他们所做的选择 都会不一样 各位你要了解 同样叫财破印 同样叫财破印 之前的一个来 他是三家公司的顾问 他跟我讲说 他是三家公司顾问 我看他的八字财破印 来讲 他就跟我讲 老师这一年你帮我看一下财破印 那你应该是信用危机 他就说对 他帮公司做保 一年公司发生财产 那个资金的一个危机 结果他就 因为刚帮公司做保 一年他就负债一亿了 另外一个小伙子 也一样叫财破印 可是各位 他的位阶就比较一般人 他才大学刚毕业而已 所以他的位阶就比较一般人 他的财破印 难道会跟前面那一个一样吗 负债上益的 不会 他的财破印就是什么 很一般的 就是跟妈妈可能有点不好 然后吃不下 睡不好 就是这一些状况 奇怪 怎么会差这么多 很简单 位阶的不一样 各位你不要认为 人是生而平等的 没有 每个人都活在他自己的一个位阶里面 了不了解 这个位阶 有属于这个位阶的观念 不同位阶的人观念不太一样的 各位你要先记得 不同位阶的人 他们在讲话都是不一样 所以你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一些有钱人讲话 人妈脑 眼睛是长在头上的 马云跟你讲一件事 对不对 钱很好赚 你会说他妈的 你在妈给我讲干话 钱妈难赚的要命 为什么 对他而言 钱就真的很好赚 可是对我们这种位阶的人 我们当然就觉得钱特别难赚 所以各位 这就是不同位阶 他的观念想法都是不一样 所以就算相同八字 他们的 只是八字的排列组合是一样 可是他所代表的含义 却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 各位你要了解 就是说 在批命的这一种过程当中 这个位阶的东西 除了呢 是你的职位的 转换 你所面对的 你所接触的人事物改变以外 还有呢 你自己生活上 你自己所处的一个位置 其实这一些都会再再的去影响说一个八字的批法 所以没有说八字呢 他就是绝对就是一个样的 各位 没有 我们常常讲的商官见官为后百官 但是呢 商官见官民平四端 他也是同样 同样的东西 一个呢 是什么 问题制造者 一个是问题解决者 但是呢 两个八字 都是一样的排列组合 那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 你要去想这一个东西 绝对不是一个组合出来的 你就说他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怎么样 没有那一回事啊 对不对 没有那一回事啊 因为 商官见官 他可以的是什么 官杀可以当作是困难 他可以挑战困难 成功 那就变成怎样 商官见官 谁在给你问题制造者 我可不可以当企业家 当然可以嘛 所以 各位你就会了解 就是说 随着 每一个人的位阶 位置的一个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同样的八字 他批论的角度 就不会一样 所以 八字 他只不过是一个符号 他并不是一个绝对 这边你要了解 所以 我们常讲啊 相同八字 不同 不同命 那为什么会相同八字 不同命 因为每个人的 生活圈 态度 观念都不一样 所以 这一些外力 就会造成 虽然同样的八字 大家的发展 都不会一样 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车子就好了 同一个 厂 出来的车子 他们都是 差不多的性能 你可以说 把他当作都是一样的八字好了 他们出生嘛 就等于 出厂 就等于是我们的出生一样 八字就确定了 所以同一批厂的 同一批生产的这个车子 他们八字其实基本上都一样 可是他们的人 这些车子的车身 对不对 他的我们叫人身 车子的车身 车的生涯 自从分配到所有的不同的 那一个卖场的时候 他们的车子的生涯就不一样 有些车子 怎样 很快就卖出去 有些没有卖出去 有些 他卖出去的时候 他碰到了一个很好的主人 帮他维护的很好 十几年以后看起来 还跟新的一样 可是有些车主 根本就没有在保养 可能车子用一用 两年以后就爆掉了 还有的开车出去 直接就把他撞到了 所以 各位 这一批车子 同样 时间生产的车子 十年以后你来看 他们会有两步一模一样的状况了吗 当然不会 甚至 有的已经报废了 有的维护的很好 有的还妈的根本都没卖出去过 反正每一台车的状况 都会不太一样 那 各位 这不就是八字吗 八字 他只不过是说时间而已 时间出来以后 你们会有相类似的性能而已 可是相类似的性能 这一些车子 有相类似的性能 可是他们的遭遇 就是外在环境都不一样 所以造成车子到最后 每一台车子的状况都不一样 每一台车子的状况都不一样 同样的 那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写照 我们八字一样 只不过是说 我们出生的时间一样 就跟车子出厂的时间是一样 我们有相同的本质 没有错 可是 我们的家境不一样 我们所生活的领域不一样 我们所受的教育不一样 所以说 20年 30年以后 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个体 所以绝对不是说八字决定你会怎么样 八字只不过是让你出生的时候有什么性能而已 可是这个性能 你要去掌握 甚至 对不对 怎样 你假如乱搞一通 很可能早就挂了 都有可能 就像车子有没有 手刹车没有放就直接踩油门 你就在那边拖着车子 你就觉得 车子怎么那么难开 好像不顺 为什么 因为你手刹车没放 你在作死 不就是这样子吗 就是在害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 八字里面 我们常常讲的一个未接的一个东西 这种东西 各位 很难说 但是只要这样子一讲的时候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了解 原来八字 他只代表的是一个时间上对我的一个影响而已 其实还有众多的因素 都会影响到我本身的一个发展 所以 当我们对八字就不用跟他讲说 我以后会大富大贵 看靠一个八字 没有那一回事 八字只是给你一个机会而已 接下来你自己的 能力呢 你自己的行动呢 你要有相关的配套嘛 你以为你有一个好八字天天坐在荧幕前面 然后 就什么事都不做 你就会大富大贵吗 你想太多了 那不可能的事嘛 所以 还是要有行动 还是要有所能力 再配合一个好的一个运程 你成功的机会才会比较大嘛 所以各位 不要把八字当做是一个绝对 当中他包 他只不过 给你的是一个性质而已 还有外在的环境 就好像我刚刚所举的同一批的车子 可是10年后你来看 大家都不一样 那个就是什么 一个最简单的相同八字 不同命的一种写照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